Hi 我是可以主觀就不客觀的V 馬斯克的女友利用NFT區塊鏈售出一套數位畫作 在短短20分鐘內創造580萬美元的交易額 Twitter創辦人的第一則貼文以美金291萬元售出 折合台幣8000多萬元 Beeper從事數位創作和設計約13年 作品很少賣超過100美金 但在NFT上售出一套數位作品 直接拿下在世藝術家作品價格 世界第三高 換算下來總共6900萬美元 也就是台幣19億元 常見的彩虹貓貼圖也售出台幣52萬元一張 今天V要講解NFT加密藝術 NFT在最近一個月內真的非常火紅 但是據我觀察呢 他在華語圈中仍是比較小眾的話題 也還沒有全面的介紹 大部分的評論都把目光 放在投資風險啊 與傳統藝術的衝突上面 很奇怪吧 再還不了解他的原理 運作方式 後續效果等等 就一直強調他的風險風險 實在有一點不合邏輯 而且話多的通常都不是真正進場操作過的人 一直強調風險風險 小心小心 類似早期 看到相機能夠拍照 就認為相機對人體不好的這種心態 另一種呢 是類似全球貨幣金融發展的初期 被小銀行倒過帳 不信任銀行體系 這種類似的心態 而糾結在藝術本質 改變藝術銷售模式 大致歸納總結只有一種 就是 特別囉嗦的人 對不起 可能V看到的都比較不營養 在了解NFT之前 先簡單解釋區塊鏈是什麼東西 今天影片的解釋呢 都是以公有鏈 和成員完全地位平等為前提 其他的專業名詞都先放一邊 我們只要知道區塊鏈的兩個最主要的特色 也就是去中心化 和不可篡改性就可以了 傳統的組織一定都有管理中心 在一個國家那就是政府 在學校就是老師主任等等 絕大多數的網路平台也有管理中心 這個應該是常識 但區塊鏈卻與我們平常認識的組織不同 它是去中心化的 也就是沒有管理中心 既然缺乏管理中心 團體秩序就會變成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對吧 這個時候另外一個特色 不可篡改性就變得格外重要 我們把區塊鏈想像成一個雲端資料庫 暫時就叫它VMEMO 每個人都可以在VMEMO建立自己的帳號 把各種資料上傳 上傳的資料會被打包成一個無法被篡改的風包式資料 只能讀取 而且公開透明的分散儲存在VMEMO的各個帳號裡面 只要想找任何帳號都能夠看得到想找的資料 以及上面所有的運算數據 如果想改變自己的資料呢 過去的資料原封不動的留著 後面用加注的方式更動新的資料上去 這樣一來就可以看得到當下的原貌 也可以查到之前的更動和所有記錄 公開透明又不可篡改 讓VMEMO上所有資料的時間和所有權都經得起考驗 可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這樣就有公信力了 接下來我們來說NFT 坊間雖然也有鼓吹投資NFT 並且將NFT當作貨幣直接交易的 但實際上NFT的意思是非同質化貨幣 和同質化貨幣相對 非同質化貨幣簡單舉例呢 就是有價物的意思 比如遊樂園或演唱會門票 翡翠手鐲、房子、藝術品等等 一件有價物不一定等於另一件有價物 所以叫做非同質 很簡單的舉例 五月天的演唱會門票的價值 不一定等於迪士尼遊樂園的門票 若要交換 還得看雙方談不談的龍 聰明的你大概就猜到了 同質化貨幣就是錢 各種錢 實體的虛擬的線上的線下的 在相同的幣別下 只要一塊錢等於另一塊錢 就叫做同質化貨幣 你有1比特幣 我有1比特幣 我們交換 不會有任何問題 進入正題 NFT就是線上的虛擬的有價物 背後的系統就是前面提到的區塊鏈 用區塊鏈可以做貨幣 如比特幣以太幣 但做每一個都不同的 有價物就依賴大家 上傳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上去 再讓想要交易的人 去協商和判斷它的價值 以物易物呢 有一點麻煩 那就用其他的虛擬幣來買賣NFT好了 所以 近期就出現創作者 將作品上傳至NFT的旋風 大家都代價而估 回到一開始我們提到的 Twitter創辦人的第一則貼文 Beeple的作品等等 為什麼能夠以這麼驚人的價格售出 是因為NFT熱潮風頭過盛出現繁華的泡沫嗎 這幾天看到許多評論文章 比如 誰優誰烈 買賣NFT會不會 老實說 V認為這些討論都有一點本末導致了 我們買藝術品收藏品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實用性、功能性嗎 還是為了他的想法、創意和共鳴 如果是後者 那麼NFT的出現 其實為這個社會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智慧財產 他讓我們更能為創意買單 也許你會說 在NFT還沒出現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買賣創意啊 對 我們拿電匯作品當作例子 付完錢之後 我們拿到原始檔案 需要一堆合約 確保自己真正拿到的是什麼 如果再講究一點 我們不管花多少錢 就是要買那唯一的版本 我們需要簽完合約之後 再去公正等等才能確保我們的權益 現在有NFT了 我們只需請對方設定好版數 我們可以設定唯一一版 或是限定的版數 這件作品在交易之後 會在區塊鏈上形成公信力 藝術家和買家同時都有了保障 NFT的出現 將智慧財產權的買賣簡化 或是可以說 它真正的財產化了 所以V會認同NFT 更認為它在一定的意義上 已經改變了世界 回到投資面 卻不是那麼簡單 NFT的非同質特性 就和藝術品是一樣的 我們翻開數據 藝術品投資 在整體來看呈現上漲的趨勢 但每個人買的藝術品 卻是有賺有賠 由於NFT張張不同 當然會牽扯到實際的眼光 入手價格等等的問題 反正它的特性和其他虛擬帝是不同的 很難全體一起漲價 我們不應該用貨幣的觀點進場投資 在全藝術品的交易市場上 虛擬藝術一直以來都有可複製的問題 藏家們偏好收藏獨一無二的原作 導致數位藝術的創作者 雖然在商業應用上十分便利 在藝術交易的市場上卻較為劣勢 NFT的出現讓數位藝術的收藏價值 正式進入藏家眼簾 對數位創作者的重要性 當然是無庸置疑的 那實體創作者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前陣子 Bankasy的實體版畫作品 被燒毀製作成NFT 只問大家一件事 難道實體和虛擬價值無法共存嗎 這件燒毀Bankasy版畫的做法 恰恰代表主辦方 下意識的認為 虛擬NFT必須在沒有實體的狀況下 才能確保其價值 但V在這裡大膽的提出不同想法 我認為在市場震盪過後 NFT應該以智慧財產 想法資產的交易形式 存在我們的生活中 實體買賣很簡單 創意授權在NFT上交易 虛擬和現實 應該有相輔相成的可能 而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會完整 新想法、新發明 最終都會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當它為我們的社會 帶來實際的功能 就有了長期存續的理由 雖然價格還有待市場考驗 但它的重要性卻是無庸置疑 很期待NFT的出現和發展 藝術的價值、實體、虛擬的結合 都將在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發生改變 那叫做ANGER 再找時間拍一支 實際製作NFT和交易的影片 今天的講解就到這邊 如果有聽不懂的地方 歡迎留言提出與我討論 我是喜歡藝術 但是主觀接地氣又固執的V 目標是要成為華語區 把藝術講得最白話的人類 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 給我一點鼓勵吧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很想像對 我們是一個 第一支影片 我們會放不下 就可以